意大利經濟疲轉 債務占國民生產毛額GDP的 百分之一百三十二 是歐盟上限百分之六十的兩倍以上 預估今年GDP的成長 只有百分之零點一 在歐盟是吊車尾 而青年就業持續困難 有很多人雖然不樂意 但還是得靠爸啃老 而大量受過教育的人才 也只能夠出國去找出路 身為歐洲經濟火車頭 薪資高福利好的德國 就成為他們的第一志願 意大利情侶安娜跟提安盧卡 長期失業 年近三十還跟各自家人住在一起 他們這天上午來參加 德國人力公司舉辦的 徵才面試 就算必須理想背景 也希望有機會一起努力 開創人生 從二零一六年起 這家德國的人力資源 顧問公司每年都會到意大利 舉辦兩次徵才活動 如果獲得錄取 應徵者可以得到在德國的全職 正式工作機會 並享有所有德國的社會安全福利 包括退休金 健保 免費的托育服務 都包括在內 這對苦無工作機會的意大利青年而言 又如天似福音 意大利二十五歲以下 年輕人的失業率超過三成 幾乎是歐盟最高 三十歲的阿摩拉塔 過去十年都找不到正職的工作 游走在短期的酒保 秘書 出納等職位上 他今天來簽工作合約 年底就要前往德國 成為正式的救護車小組成員 興奮之情易於言表 但他也對自己這一代 無法在自己的國家安身立命 感到憤怒 悶燒了十年的數百萬年輕人怒火 在去年大選爆發 反體制的五星運動黨 跟反移民的聯盟黨 得票大躍進 促成民粹政府上台 不過一年之後 國家債務佔GDP的比例 仍然高達百分之一百三十二 遠超過歐盟規定的上限 百分之六十而面臨罰款 經濟環境沒有改善 青年別無選擇 繼續外漂 兩千零八年起 已經有兩百萬名義大利青年 收拾行囊到國外找工作 而要想這樣做 最基本的需求是外語能力 語言補習般炙手可熱 不同於上個世紀 近五百萬農民跟礦工大量湧入美國的移民潮 現在離開義大利的青年 主要是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 像是擁有兩個藝術史碩士學位 現年三十歲的卡米拉 過去十年都找不到正式工作 今年秋天 她要前往法國實習 找機會 去國之前 卡米拉在博物館兼差打工當導覽員 希望賺取生活費跟旅費 有一天可以真的獨立自主 成家立業 去年共有十六萬人離開義大利外漂 人數創下四十年新高 記者施惠中報導